在昨天,星期二,我們正式收到了行政院所提出的複議案 針對國會改革無法以及刑法的修正案 當然這過程中,也由總統府也已經合可 在禮拜二正式送進民法院 那我們會在今天的程序文會積極的來處理 也希望禮拜五的院會報告事項能夠順利的來進行 能夠在下週對行政院所提出的複議案來院會 來正式做一個明確的討論以及議決 都希望在下週能夠順利的進行 因為畢竟複議案從宋達立法院開始 就是15天內要來把它完成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完全按照憲政的慣例 能夠順利的把行政院依法所提出的複議案 在立法院能夠依法來議決 我們也再次的呼籲卓龍泰院長 對您剛剛就職就提出了複議案 這不一定是對我們國會的自治 提出了高度的質疑 在這種情況之下 基本上對立法院國會 代表百分之百民意的國會 有非常不友善的提出複議案 我們深表一看 那在這裡呢 我們也希望卓龍泰院長 能夠為什麼針對要提出複議案 能夠到立法院 來做一個雙向的一個溝通 讓全國人民能夠看看各個政黨 跟行政院卓院長 對於複議案所提出自愛男情 到底是哪個部分自愛男情 因為這個是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跟行政院到底有什麼樣的掛格的經驗 造成行政院自愛男情 我們相信國家這麼重要的最高行政首長 卓龍泰院長 挑起了這麼讓一個全民紛擾的 重大的複議案 勢力要到立法院 來跟大家做一個明確的一個說明 並被尋答 那我們也再一次的表達 國家要往前邁進 國會的改革 讓陽光能夠照進台灣的政府 這是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一個共同的共識 讓國家更加的能夠清白 連能這應該是全民共同的期待 我們再一次的呼籲賴清德總統 跟卓龍泰院長 雖然你們遍地開花 所謂的群眾運動抗爭等等 用各種扭曲的謠言不斷地在散播 通過各種傳播的管道 來蠱惑甚至把人民洗腦 但是在你們這麼強大的國家 資源計劃之下 全國國人對於國會的改革 到現在為止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 都是支持國會改革 甚至高達百分之六十五的人 希望我們能夠抵造其他的先進國家 有憑政權和調查權 讓所有國家的弊案無所對決 這對全國國人都是好事 所有先進的民主國家 也都執行了幾十年 這個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先進的方案 我們再次的希望 賴清德總統跟卓龍泰院長 能夠懸來熱門 大家應該統心協力來思考 國家如何目前邁進 而不是這樣一個無此境的 玉石巨狠的方式 來妨礙國家民主 向前的進步跟發展 尤其這是關心到全國人民的權益 我們一定會站在人民的立場 來監督政府 也希望賴清德總統 不要再迴避相關的問題 也不要藉由巡眾運動 來對所有在野黨立委 來提出相關的這些攻擊 騷擾甚至罷免等等 這個都是讓國會的安定 以及社會的祥和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我們再次呼籲 台灣必須要同心協力 往前邁進 大家一定要一起攜手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討論 但是不必要訴諸這種暴力 或者是重傷抹黑 或是群眾運動 這都是高度的社會成本 讓全世界都覺得台灣 到底還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還是一個專制的政府 這個已經是台灣是一個 稱帝帝制的一個草代 我們希望民主不要倒退 尤其民主進步黨 不要做台灣民主倒退的事情 我們再次的表達 對於所有行政院所提出的 相關的這些內容 我們會在今天的程序委員會 列入禮拜五的報告事項 然後希望下個禮拜 能夠順利的處理完成 我們也再次的呼籲 賴清德總統以及總統派院長 讓我們立法院能夠依相關的職權 立法來把副議案做一個完整的處理 我們不希望國會再次的用暴力 用劍學 民進黨不要再用這種方式 來對付在黨的國會議員 我們都是行使人民 賦予我們該有的監督政府的權利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很平和的 把相關的事情都能夠順利的處理完成 會議案昨天已經進到立法院來 那我相信立法院 昨天程序委員沒有開 是在等這個會議案 那進來以後當然要由韓院長 來召集超學協商 那召集超學協商的時候 是要把禮拜五的報告事項 一定要放進去 禮拜五的報告事項 那至於後面 全委委員會 以及審查 那也要照程序來嘛 然後就是 叫政府基民投票 這程序相對單純 那請韓院長建樹 召集超學協商 大家可以交換一下意見 什麼時候這次程應該怎麼排 那最主要還是在這裡呼籲 這個有關於行政局呼籲 7點 7點理由 都是相當雜實的 我希望 在黨立委 能夠冷靜下來 看一看會議案的理由 我們希望會議案 希望會議案能夠過關 這是我們非常期待的事情 那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趕得上明天中午的 程序委員會 那我們當然希望是 明天開程序委員會的時候 變更議程 看是不是能在 下禮拜二的時候 就是進行這個覆議 那如果說萬一排不進來 明天中午的程序委員會的話 那就要排下個禮拜二 召開程序委員會 排進來的話 最快也就變成要 下禮拜五的時候 才可以召開這個 全院委員會來進行這個 記名投票表決 那還要看看 還要邀請卓院長過來的話 是不是 我們還要變更議程 比如說把某一天的委員會 變更成是 這個開這個 全院委員會 然後來做這個 呼籲的這個表決 委員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國務會改革 民進黨跟行政院 都要提議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行政院 當然有辦法 他有他們的救濟的一個方法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這件事情上 已經達到一個共識 所以說呢 他們提出呼籲 那我們勢必會在 這個禮拜二提出 程序委員會 把他排入我們的 這樣的議案 可能這個下個禮拜五 或在下一個禮拜二 我們就選個時間 來做進場的表決 表達我們對 副議案裡面 我們這個國民黨 跟民眾黨的一個想法